Hello It's me When I call you He never seemed to be hurt At least I can say that I've tried 歌手NLS节目组关宣了第五期歌单 其中有两首英文歌曲 毫无疑问 两位外国艺人会演唱英文歌曲 而国内歌手那英演唱什么歌曲呢 王苏龙演唱歌曲则沉迷 第五期的七首歌曲分别是 《灿烂的你》 Hello 红艳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who loves me 你在不在 手脱手和悬崖 歌单刚关宣后 网友们便纷纷表示 那一会演唱汪峰的《灿烂的你》 两位都是摇滚歌手 因此那一演唱这首歌曲也非常合适 《灿烂的你》 值得一提的是 节目未播出前 那应被网友看好 认为是今年的冠军 不过在前四期节目中 他的表现并不好 而且每期都会紧张导致失误 不知第五期节目 他能不能调整过来 红艳是俄尔古纳乐队的歌曲 这支乐队成员都来自内蒙古 而且他们的歌曲风格充满了民族风 而歌手2024的嘉宾 有一组嘉宾也是由内蒙古成员组成 他们便是涵盖乐队 因此 《灿烂》这首歌曲 很有可能由涵盖乐队带来 而剩余三首中文歌曲 《你在不在》 《手脱手》和《悬崖》 谁会演唱还真不好猜 特别是在节目组官宣歌单后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汪素龙会演唱哪首歌曲 根本猜不到 只能等节目组官宣后 才可以得知 值得一提的是 《悬崖》是几近的歌曲 也是影片《悬崖》的主题曲 这首歌曲汪素龙并不擅长 因此在第五期节目中 汪素龙演唱《悬崖》的可能性不大 但就汪素龙个人风格而言 他演唱《你在不在》的可能性非常大 哈喽是英国女歌手 阿戴尔的《传世神曲》 在全球的传唱度都非常高 凭借这首歌曲 也唱哭了无数网友 不知这次会是哪位外国艺人 带来这首歌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Who Loves Me 是美国著名歌手 惠特尼·休斯顿的代表作 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 也被不少歌手翻唱过 除此之外 第五期节目将迎来第二位棋戏嘉宾 目前网传名单中有三人 分别是段梅 范月队和张玉琪 至于最终谁会参加 估计节目组最新也会官宣 范元团要唱他们的原创歌曲 胡锡决定 张玉琪则要唱自己的歌 说实话 如果段梅真的不参加 对国内艺人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 毕竟在前四季节目中 国内艺人还没拿过冠军呢 要是段梅参加 他大概率会选纳英或者孙楠PK 那不管是谁 输了就得淘汰 多残酷